前几天新蒙迪欧公布了预售价格 当时价格一公布15万多到21万多 我就惊了 如今价格可以买到了 合资品牌的一个中型车型 并且还是最新的车型 福特这次是拿出了非常大的诚意 但是我前几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去城重庆去试这辆车 但是今天我在北京的华滨庄园 在沙尘暴的天气底下 就体验这辆全新的蒙迪欧 说给不知道这个车基本信息的朋友们来听 它是一个车长在4米93 这个长度在中型的车里面 已经算是尺寸很大的了 基本上超过了4米95以上 就属于中大型车了 已经是顶着上沿坐的尺寸 发动机的245马力的Eco Boost 加上8AT的变速箱前轮驱动 今天北京有风有沙尘 可能声音稍微有一点点的吵 OK我们还是从外观来看这个车的细节 蒙迪欧从我其实刚入行开始的那些年代 它就定位在一个运动风格的重型车 这些年呢 它的周围这些兄弟伙伴们 慢慢大家都变得比较油腻 比较适合中年人 但是现在这个蒙迪欧的这一代的造型 依然属于是福特家族里面 比较坚持的把一个车做的比较运动 这样的一个整体外观 当然了这个外观你会觉得比较眼熟 因为我前几天刚拍完EVOS的那个车 它属于一个运动风格的SUV 它新的这个家族语言的设计 应用在EVOS 同时也应用在了现在轿车风格的新蒙迪欧身上 这个车的前脸看过去 就跟EVOS有一个80%到90%的相似度 只不过更扁更矮一些 更像是一个轿车的前脸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几个细节 这一代的新蒙迪欧前面这个镰刀一样的日间行车蹲 我是特别的喜欢 这个造型跟我拿到山里边的那个开山腐蚀一模一样的感觉 可以搁一个图片的画面对比一下 底下是分体式的大灯 但是这个分体大灯并不突兀 主要的视觉集中在上部的这个日间行车灯的位置 更像是一个眼睛 中间这中网我多说几嘴 厂商管这个中网叫啥我也不知道 它是这种主动的一个进行开合的设计 到锁车的时候 这些可以动的龙鳞片 还可以自己咔咔咔摆出一些动画的特效 那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很多的厂商是什么玩灯 什么玩机器杆造型 第一次见到有人玩中网的进气格山 并且这个进气格山 我觉得还是跟EVOS试车当时观点一样的 80%是为了样式更加炫酷 为了你能记住 为了媒体老师有谈资可以说 20%是为了一些主动避格山技术 什么能源管理 哪怕你像现在关到了最死的状态 这里还可以吐很多的气 不是那种的完完全全的内置的主动避格山 关死了之后就前面直接不透气的效果 当然还是挺炫酷的 外加上这个龙鳞片的感觉 它的这个造型还是显得整体比较运动 福特系的车审美对于这辆车来说的话 人家要的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运动车 直切的车头相对有点包围的大铲子的感觉在车头 所以这个车头的运动的感觉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同时跟这个车头最配的是尾巴 一眼直接这个尾巴看起来像是野马一样 三个小书道的尾灯包括整个的视觉 如今的很多的中型车已经把尾巴妥协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的中性 但是新萌妞的尾巴没有任何的妥协 直接就把家族里的野马的尾巴最精髓的灯直接就挪过来了 还是挺有意思的 尾巴上面还有一个小扰流板 同时下面有扩三T的造型 我们把视线从尾巴来抽到侧面 这个侧面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溜背 但是这车不先背的一个确实尾巴挺顺的感觉 车头稍微长一点 一个小短尾巴 轮子的尺寸方面 它的四个车型里面顶配跟次顶配用的是19的轮子 然后次低配18寸 最低配是17寸 这个车身如果配到了17寸 可能就会显得比较小了 所以哪怕你买了最低配的车型 也建议你把轮子换一换 视觉还是强壮不少 19寸的轮子说实话 搁在一个4米93的车上也没有显得多大 轮子的具体的细节方面 这个轮子用的是韩泰的S1 EVO 3 这已经属于是厂商原厂的配套轮胎里面 质量挺好的 韩泰的S1 EVO 3的运动胎 属于是常规的民用运动胎里面的中档的产品 所以能配到它还是证明着 跟整车的运动定位是相符合的 宽度方面是235 45 19 其实它的弹性可变形的区域还是挺高的 对这个车的驾驶我还是留了挺高的期待 轮圈的造型就是中间有镂空的一个五幅的运动造型 这个造型我觉得搁在这个车上属于是中规中矩 不惊喜不失望 不失望的是说 它并没有用一个什么新能源那种的封闭更多的轮圈 我觉得搁在这车上来说就是比较奇怪 但是不惊喜 这个造型也没有特别的夸张或者是特别大的一个尺寸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后备箱 我们应该在车评人里算是比较关心后备箱了 因为确实是这些年带孩子装了很多的东西在车里面 好 这个车非常遗憾 它并不掀背 没办法就这样 然后找了半天按钮 发现说还是按这个福特标 好 打开了 我觉得虽然不掀背 但是这个开口还是确实很大的 包括它的绝对的高度 这个在轿车里面算是很高了 这个高度意味着不仅仅是装东西的时候可以装更高的东西 也意味着你够最里面东西的时候 你身子往里面辅的这个程度不用特别的辅 所以高一点还是比较好 当然了 我还是更希望能把整个的后背掀起来 那个就非常爽了 往里面扔就好了 这个后背箱作为一个4米93的车长 近身非常大 这个近身跟我看过的很多5米1的车的近身 差不多 甚至比那个还要长 我昨天刚拍完全新的宝马7 那个后背箱近身可能还都没有这个大 所以我不免对第二排的空间有所担心 毕竟总长度就这么长 后背箱留了这么长的一个近身 咱们一会看看第二排的空间 宽度非常好 高度已经表扬过了 这就是这个车后背箱的所有优点了 剩下就是缺点了 你看 一个它的停杆 虽然上面包裹了塑料 但是在这个后背箱关上的时候 它还是会入侵到后背箱里的一个空间 比如说这块我们要搁一些东西 这么着关上 喀巴 就会顶到那个箱子的上缘的位置 然后这里面我比较喜欢的挂钩 锚点 包括12V的垫 这些的配件全是没有的 地板下我看一眼 这块板还是比较薄 承重我不免有些担心 底下是个非全尺寸备胎 搁在如今无所谓 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空间的 这个板其实完全可以做的再厚实一点 然后再有两个小表扬 它这个后背箱就可以直接一键手动 把第二排直接拉倒 形成一个贯通的空间 右边的耳朵空间里面是带有绑带的 可以绑一些灭火器什么的 左边的耳朵空间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块是有一个绑带的 跟EVOS是一样的 并且它是双层的 里面绑大件 上面还有一个小隔断 这些小隔断可以绑一些小件 所以这个后背箱 空间 然后利用这些都是不错的 小配件方面是有点缺失的 厂商有点没太在乎这件事 这个内饰 因为前几天刚拍完EVOS那个车 所以坐在这里面 一点点违和感都没有 不能说是一样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这个内饰 有几个挺有意思的地方 说给这些没看过EVOS试车的朋友 咱们再回顾一下 首先 这个红道是RST-Line的这个版本 里面内饰特别独有的 这个旋钮的手感特别好 并且上面这种的 类似于CNC洗出来的 跟飞机的涡轮那种的 一个小叶片的感觉 手感捏着 特别好 甭管它是塑料的 还是看起来是个金属的 但是应该是个塑料的 总体来说还是很精致的 所以这个红道是一下抢了 这里面视线很多的一个氛围 一般这种黑内饰 坐在里面的这太严肃了 这红道一进来 一下就年轻活泼了不少 第二抢眼 就是这个1.1米的大屏幕 这个大屏幕 放在如今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夸张的 因为太多人都用了 这种大屏幕的形式 并且它也不是一整块屏幕 行车电脑的这块是个屏幕 中间这是切开的 然后这边是另一个大屏幕 细长条的 它俩是共用在一个底座 显得加在一起 像是一个1.1米的屏幕 其实应该是一个1.1米的底座 前排的做工用料的这方面 还挺有意思的 首先就是中控的这个区域 是摸上去木纹手感 但实际上是这种布 底下是软的 这个材质我是第一次见 整个的中控的中央区域 全是底下带有海绵的 纺皮的材质 门板中间也是带有 海绵的纺皮 上面是软糖色的材质 总体来说 这一个21万的车 但是内饰的软的程度 还是很高的 甭管是它的做工怎么样 其实做工还是可以 只要一软 确实成本就要堆上来了 对它的内饰的材质 进行一个表扬 前排体验的第二部分 就是配置 我这辆的顶配车型 它的核心舒适的配置 有前排座椅通风 前排座椅加热 AR的实景导航 外加上比中高配的车型 又多了一个360的环影 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个配置 当然了 我觉得既然已经做到了一个 心里有数的厂商 应该在21万多这个顶配 再推高 玩到让其他厂商很难受 很内卷 应该把方向盘加热加上 这样的话就彻底的内卷了 提示一下 我们这辆是试装车 所以它用了中间带红道的 不带打孔的 非加热 非通风的一个座椅 您买到的最终量产车 座椅不长这个样子 中间没有红道 是这种打孔的皮子 来实现加热跟通风的功能 前排体验第三部分 就是人性化的部分 上面的墨镜盒非常大 再大的墨镜 直接就能塞进去 这块的设计有点太传统了 乍一看 以为我那个猛琴 当然了 这更像我的猛琴 车钥匙 这跟猛琴的钥匙模具一模一样 拿在手里面 特别的特别的熟悉 有点意思 然后再往下看 就是这个1.1米的 两个大连屏搁在一起 这个行车的屏幕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特点 主要就是这块的娱乐的屏幕 它主要是 它的车机功能显示 包括右边这块娱乐 现在是一个整体 直接连通的 这个体验还是挺难得的 因为一般没人 会把它直接连通在一起 在EVOS上 其实已经体验了 整个的滑动过程还是非常流畅的 并且在滑动的过程中 它的中间的图标 跟上面的标题 还有一个错位 这样UI的交互 就显得这个屏幕是一个 多层分级的 很有立体的感觉 还是不错的 反应的速度方面 我们打开百度地图 也第二次见到一个地图 能拉的这么长 这个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拖动的过程中 你能看到整个的反应 还是非常非常跟手的 这么大个的一个地图的显示 再加上还能做这么跟手 这个车机的运算的能力 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用高德 这里没高德 我就不太高兴 音频的连接蓝牙 包括放歌这些都没有问题 同时它也支持分屏 分屏完了之后 中间这块就变成了车辆的操控 右边这块 就变成了一个娱乐的屏幕显示 我把它再给它放回来 当然在这里面 有一个让我觉得用起来 不太满意的细节 这边的空调调节 在所有的位置都没有 在屏幕里面有 并且屏幕里面很小的一块的区域 就上面这一点点 你得非常精准的 摁在这个23度上 它才弹出一个空调的温度调节 你搁在屏幕里面 本来我就不满意 你还弄了一个这么小的字 你给它调大一点点 让我能更容易击中一点 否则我现在要是 想调个空调 开车过程中 得瞅它半天 精准瞄准半天 所以这个不好 应该给它调大 包括整个的空调的下拉面板 这个的控制区域 也应该把它上下的箭头调大一点 就会更好 你们可能会说它能语音控制 但是我就用不习惯 我就希望屏幕上 这个按键给我大点 要不然给我搁点实体按键 搁在这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事先再往下看 T字区的下部的位置 前面能搁笔 或者是类似于长条的物质 两个常规的杯件 这边是它的声音的调节 你看声音调节还是很直观的 一个物理的旋钮 档位的调节 这边是个无线充电板 往上一搁 搁登一下就能充电 这块是一个百叶窗 百叶窗打开之后 里面是一个常规的杯件 前面也是有百叶窗的 当前面百叶窗拉上之后 你在这块也可以搁一些东西 不至于直接就飞出去 后面是常规的扶手箱 里面空间并不是特别大 有12V的电 T字区的左边还有一个储核 这个下拉的储核 再搁高速票据的同类储核 里面算是尺寸不小的 门板并不是很大 水是没法放的 只能搁一些细长条的物体 比如说雨伞之类的 可以搁在这 方向盘手感 还是福特系列的小通病的问题 我之前猛禽就是这样 它的皮子打孔 摸上去倒是显得挺软 但是这里面的海绵跟皮质 就显得有点单薄 所以福特的方向盘 总给我感觉相对比较 廉价 能再把皮子调得更 手感细腻 质感更好一点的话 一下这方向盘的档子就出来了 好 最后一项就是前排的座椅感受 因为你最终体验到的座椅 不是这个 所以我聊太多的感受 也没有用 因为一旦换个座椅 皮质海绵都是跟着变的 简单说一下 这个座椅的前面的椅垫 承托还是不够长 差了大概1到2厘米 背部的相对来说的包裹 还是OK的 功能刚才已经说了 加热跟通风功能还是比较全的 好 我们现在看后排 这个后排空间让我很意外 我的天哪 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刚才调好的 我先坐在了后排 看 整整好好三圈 我的天哪 刚才已经说了 后备箱近身挺大的 像是个5米级5米1级别的 车的后备箱近身 然后车鼻子也挺长的 不是那种很短鼻子的车 所以我对第二排的空间 其实没留啥期望值 甚至想等着到这来吐槽 结果给我一下马威 三圈的腿部空间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呢 让我还有点 现在没太想明白 4米93不是极致的长 这后排箱这么长 车鼻子也不短 有点意思 这个腿部空间 门上缺了一个隐私玻璃 然后这边的地台 大概有这么高的一个高度 并不属于纯平 但是属于是比较矮的地台了 Type-A跟Type-C的充电 独立的空胶出风口 座椅软硬还不错 腿部的承托长度倒挺长的 这跟前面的坐垫是不太一样的 我1米75的身高 完全能承托到腿窝的空间 头部的空间 我觉得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压抑 并不是特别充裕的头部空间 它这块 偷的并不是特别往上这个区域 头部的全景天窗 这块是有一个过凉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拍摄 脑的点上的阳光是直射的 所以我们给它挡上了 打开之后 这个气氛还是比较通透的 尤其是脑的正上方的这块 天窗对于补光来说还是不错的 这个中央的扶手箱里面 两个背件 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这边还有BNO音响 所以这个后排 我觉得因为这个空间超过我的想象 本来给一个六七十分的 打分现在就可以往上再至少涨十分 给一个八十分吧 还是让人挺意外的 唯一不足 我觉得就是这个玻璃 既然你已经推到了一个心理有数的厂商的 高配的车型 21万6800 你应该把隐私玻璃给配上 就全乎了 我们现在来开这个车了 很多人说这车便宜 因为主销就17万 19万的档次 很多人说这车之前卖20万 一下变成十几万主销价位了 那会不会就缩水 开一下就知道了 里面的东西刚才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那开起来的方面呢 先说一下基本的参数 前驱245马力的2.0T的Eco Boost的发动机 老朋友了 福特的8AT的变速箱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结构 当然福特车主要还是以运动操控的风格为主 好 那我们在这个实际用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的不堪 但是你要说超过这个预料太多的行驶品质感 也没有那么的超过预料 咱们来逐一的拆解啊 首先让我最意外的是 它这个顶配的AR实景导航 搁在这一块前面的行车电脑的显示屏幕上 有点意思 它直接通过这块的一个摄像头 把前面的紧取出来 再压上我们各种各样的指示箭头啊 前面左转啊 掉头啊 挺有意思的 省了很多的女孩不会看导航的一个误区 所以这东西是有一定使用性的 并且也是挺炫酷的 起码是车里面 你新买一个车大家的一个谈资嘛 开起来的感觉方面呢 现在我给它搁在了标准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这个245马力的2.0T发动机 一点都不敏捷 一点都不激动 前段的油门就浅得比较硬 我怎么印象的这个福特车里面 没有前段油门这么硬啊 我现在得挺身踩 才能释放这245马力的动力 整个前面这个踏板式的油门 就显得是 好不想让我踩油门的感觉 虽然没有到那么夸张 但绝对不算是一个 特别灵敏的一个前段油门 给我的一个体感 但是绝对动力是没问题的啊 福特的这2.0T的挖动机 真是太多年老朋友了 现在给大家身踩一下 这个加速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那个 甚至2.3T的那个感觉了 就是没比2.3T怂很多呀 加速能力还是可以的 就是油门前段确实比较硬 刚才我切到了运动模式 前面的油门也不是那种 反应特别灵敏的状态 总之呢 你得适应一下 这个车的转向呢 也是比较沉 因为毕竟要走一个 基本的运动定位 太轻的转向 确实是一点运动感都没有 但是呢 它并没有因为方向盘沉 就把这个车身做的 特别的灵敏 毕竟还是一个中型车 要兼顾一定的舒适性 所以这个中位置 偏沉一点点的方向盘 用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并不会是让你感觉到 哎呦 这个车身反应好贼呀 这方向盘好贼 那种感觉 悬架呀 一开始 我的期望值会认为 这个既然运动风格的车型 一定悬架会比较硬 但实际开起来 这个悬架还属于是一个 中位置软硬的悬架 是保留一定的舒适性的 并没有说 又是运动定位 然后我把这个方向盘 调硬了之后 悬架也同样的调的比较硬 这个悬架还是挺舒服的 但是能明显感觉到 并不是一个行程很长 特意为了舒适性 做更多的一个变化的悬架 主要还是兼顾在运动风格 跟舒适性中间的这个悬架 我觉得两边的人群 都拿这个悬架挑不出来太多的毛病 隔音降噪的方面呢 首先咱们说这个发动机的噪音啊 这一代的EcoBoost的发动机 相对来说 比之前要更新的很多地方 给我其实最大的一个体感 并不是动力的变化 而是发动机工作声音的一个变化 早年间的EcoBoost发动机 我也老批评说 噪音会比较大 但是如今这个发动机 已经不能称为工作噪音了 而是在2.0T发动机里面 属于是一个相对比较美妙的工作声音 你看我现在踩一脚 我自己听的这个声音 它在这种稍微高抗一点声音里面 还是比较浑厚的 并不像是很多的2.0T的发动机 只剩下高抗了 甚至都是嘶吼跟着叫 但是这个发动机还是不错的 是有底子发动机 福特对于现在这EcoBoost发动机的优化 尤其是噪音部分我还是挺满意的 风噪的部分呢 这个车我也看了 四个窗户都是单层的玻璃 并不是双层夹胶隔音玻璃 但是风噪的抑制 起码在六七十公里的速度 抑制的还是不错的 没有太明显的外部的风噪 并且前面这个前脸比较竖直 是不太利于风噪的抑制的 实际上也没有感觉到太多 来自于整个车头跟防火墙的风噪 风噪部分也是OK的 轮子的噪音呢 比我想象到偏大一点 虽然这个S1Evo3的韩态运动轮胎 属于是中档的运动轮胎了 但是这个噪音啊 这个控制好像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这个悬架我刚才已经表扬过了 还不属于硬悬架 还能传上来这么多的噪音 如果悬架再调硬的话 可能噪音值就会更大 所以它的三种噪音源里面 主要还是来自于轮拱部分的噪音 是比较明显 其他的还好 今天这个试图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静态的部分 没有感觉出来什么太大的短板 你要挑刺的话 就是这个后备箱的配件 确实比较少 白浪费了那么大个的一个后备箱 你要再继续挑刺的话 可能就是后备箱如果是变成仙背的 对于这个车型的运动定位 包括后备箱的装载能力就会更好 毕竟这个后备箱的近身这么大个 要做成仙背的话 哇塞 一家出行那种小休旅车的感觉都有了 开起来的部分 我刚才也就是唯一能挑出一个 来自于轮拱部分的噪音会比较大 外加上油耗是未知的 因为之前谁都知道 福特的车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省用 但是现在这个新的ECOBOOS的发动机 相对于之前的发动机 确实还是省油不少的 但是能夺省油 还得是经过大家的实测才能知道 但是这个呀 现在省跟不省 也不会差出两三个那么多的一个油耗 主要就是一声左右的一个差距 所以不至于影响到购买的决策 然后再回归到这个车本身 说实话 这个15万多的价格 哪怕是顶配21万多的价格 确实是挺超乎我意料的 我这么多年入行 而蒙迪欧也看了陆续的这么多年的换代改款了 我印象里 这一直是一个20多万的车 但是如今21万 我已经拿着顶配的车型了 还是很意外的 当然了 让我更意外的是 并没有因为这个车 整体车价往下走了几万块钱 而在它的静态动态方面 有更多的缩水 让它的整体竞争力又更强了 现在合资品牌 必须得正视中国品牌 在十几万 这个价位区间很强的一个竞争力 我觉得新蒙迪欧 还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 具体的车型推荐方面 这样的车一买完了 大家主要还得拿它至少开个6年到8年 您不像我们 说是一个半年一年就把车换了 6年到8年的视角来看的话 我建议你 如果想17到19万都花了 再把钱往上推点 直接就上21万的顶配车型 毕竟多的这些配置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 相对于次低配 什么多了360环影 多了AR的实景导航 包括这些大屏幕 足以通通加热 这些东西还是用得着的 直接就上一个顶配 均摊到每天 其实钱没有多少 高高兴兴 开个6年到8年 我也不信这车 有什么太多的知名的毛病 因为也不是第一代的车型了 这么多代的蒙迪欧了 OK 这就是这次的试车 喜欢记得分享哦